嗨,我是Vicky 我因为一次在大宝礁的体验潜水 而爱上了大海与海里的生物 后来成为潜水教练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因为潜水而爱上大海 我曾在印尼四王群岛的海洋保育组织 Bearfoot担任志工教练 协助训练调查志工潜水 也曾在恒春与帛琉的潜水店担任潜水教练 而现在我定居恒春半岛 在海生馆的珊瑚实验室 从事珊瑚教生态调查与珊瑚赋域 希望可以用自己的眼睛 以及调查的数据记录环境的变迁 在恒春,我最喜欢的岸前前点 是后壁湖的出水口 那里有美丽多样的珊瑚 贪吃的海龟 壮观的梭鱼群 聪明的花枝 还有彩色的珊瑚礁鱼类 是一个会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 常常浅一浅就不想上岸回家了 然而今年2024年暑假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记大气总署 NOAA的资料显示 南台湾海水水温创新高 造成恒春海域的珊瑚发生大规模白化 在出水口浅水时 可以看到浅礁上 原本颜色健康的珊瑚 在一个月内陆续白化 许多白化的珊瑚 在暑假尾身已死亡 并被藻类覆盖住 健康的珊瑚会有各种美丽的颜色 而这些颜色其实是珊瑚体内共生枣的颜色 造成珊瑚白化的原因有很多 最主要的原因是全球暖化 而导致海水温度过高 珊瑚对海水的温度非常敏感 面对环境造成的压力 珊瑚虫为了保护自己 不得不将共生枣排出体外 而显现出透明的珊瑚虫 与白色的珊瑚骨骼 珊瑚白化不代表珊瑚就死亡了 如果接下来海水温度降得够快 这些共生枣会在几周之内 重新被珊瑚虫吸收回体内 不过当环境压力持续恶化 例如持续的高温和强光 珊瑚就会陆续的死亡 珊瑚交世海里的热带雨林 虽然面积只占了海洋中很小的一部分 却孕育了25%的海洋生物 看见珊瑚大规模白化与死亡 我很担心其他赖以为生的海洋生物数量 会不会也跟着减少 那将来潜水的时候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欣赏呢 虽然如此 还是很希望在冬天对珊瑚比较舒适的水温里 珊瑚可以慢慢的复原 也很希望明年珊瑚大产卵的时节 还能看到壮观的珊瑚产卵盛况 毕竟这是一个孕育生命 生生不息的蓝色生态系 现在每一个人多一点点的关注 做一点点的改变 都还来得及把这片美丽的风景留给下一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